你知道那個一百分免費送雞蛋糕在哪裡? 不知道呀 不認識他耶 在那邊喔 有了大家還沒拍喔 大概下午要四點多才會看好 謝謝 會不會的 你好小朋友 又考試一百分喔 我們換一個雞蛋糕 好 你可以給我蓋漿嗎 可以 可以 好 好來送你一份雞蛋糕 好謝謝繼續努力喔 好 我們可以拍照一下嗎 可以 站這樣方向好了 好 好謝謝 謝謝 小朋友你好 你們有考驗一百分了嗎 有 真的一百分耶 我們送你雞蛋糕 你可以給我蓋漿嗎 可以 好我要給你蓋一個阿福伯雞蛋糕 好 我送你們雞蛋糕 好來 謝謝 好 要鼓勵小朋友上進 因為很多小朋友對念書沒有興趣 我也只有念國小而已啊 人生只念國小是滿遺憾的 遺憾也沒有辦法補了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想的就是說 鼓勵人家 有機會念書的人你就是念 過的時候你想要已經來不及了 開始做到現在就九年半了 密達科技大學那邊就開始做 我們這個小本嘛 本錢很省啦 可以讓人家高興啦 出發點就要這樣子 其他沒什麼 就是要花大本錢的我們 我們 無能為力嘛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小本錢 來鼓勵小朋友嘛 他是我夜間部同學 我是在開巨型車啦 然後我就是每天中午過後 我就會載他來這裡開店 我很支持啊 因為這次做公益啊 對啊 我們可以鼓勵小孩子 認真的讀書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讀書 然後我也希望說 現在的小孩子也是要認真讀書啊 我覺得這個精神很好 除了可以給 認真奴役讀書的小朋友 可能有時候他們也是低收入戶 可以用成績去換取一個小小點心 也是他們可以奮發向上的一個動力 其實念書考試是一件比較 對小孩來說是比較累的事情 可能就藉由這樣去鼓勵他們 可以去認真念書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學生來換的越多 我們感覺越快樂 表示他的有認真嘛 問題我們想要做的公益沒有達到 因為學生不多 學生都說要考一百分好難喔 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比較多啦 我的小孩子都很鼓勵我 好吧 做一兩個也不會準啊 都撐幾個月了 所以我撐撐撐到六個月了 我的感覺就是說 還是不好做 做不起來 就決定說要結束說起來 回去想下 我真的我做不下去 我要修起來了 講真的那個時候是 不敢表現出來 心裡很難過 我今天想知道 我今天做不下去了 你看有什麼啦 我現在出現我們 我們可能會看到 我們不想像 在某一個月台 他們是再一個時候 跟我們都會來 谢谢大家